4号晚间11点多 寿风箱一名苏信男子在台风夜开车 载着三名亲友要南下 没有想到途中疑似天雨入滑 整台车整个失控撞上路边停放的货车 索性驾驶与乘客只有轻伤 不过造势驾驶却在警方到场前趁机逃跑 不排除有规避酒驾的可能 天空下着烹沱大雨 道路上一辆车快速的在路边打转 转转了足足两圈撞到东西才停了下来 零件更是当场喷飞到路中央 接着车子开始冒烟 车里的人赶紧陆续逃出车外 拉近距离再看一次车辆撞击到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 就喷飞到画面之外 小货车也因此紧邻大作 但警方人到现场却找不到大事 开车的那个勒 他警方都跑去哪里了 打电话叫他过来 有没有他的电话 打电话叫过来 打不通 在你们是谁你知道吗 这起车祸事件就发生在4号晚上11点多 华联县受风箱台九线205.2公里处南下路段 白车的苏星驾驶载着三名亲友执行 疑似因为天雨路滑才会发生事故 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车祸 但苏星驾驶居然擅自离开现场 不排除是想回避酒侧 造成苏南及三位乘客身体轻微差错伤 初步包扎后未送医 远警到场苏南已离开现场无法实施酒册 后续通知道案说明 全案一公共危险罪含送侦办 天雨路滑谬建苏曼 行把乘客的性命当作儿戏 甚至不敢承担后果当场落跑 有没有酒驾难以追究 但该负的责任还是无法规避 就这下午的学历情花脸总报道